高空抛物竟然把自己摔死了 而且还能拿到赔偿 这个判决您感觉合理吗 长久以来我们知道 高空抛物是非常不道德的 甚至是违法的行为 前不久在长春还发生了这样一桩事情 一个小伙子因为生活不如意 故意的从高空抛出砖头 结果砸死了一个女子 这个案子前两天刚刚开始庭审 这个小伙子说他错了 他要求对自己进行案乐死 可是还有一桩案子 您知道吗 简直是太离谱了 前些日子有一个房主 准备装修自己的房子 他的房子之中有很多建筑垃圾 所以他就找到了帮他装修房子的人 说这样吧 我的整个房子你给我装修 这些建筑垃圾 你负责一块给我清运掉 装修者接了这个活之后 把这个活包给了另外一个人 跟他讲好说 就这些装修垃圾 给你200块钱 你把它从这个高层住宅中给清运出来 接活的人感觉到说 哎呀200块钱也不多 搬垃圾太累 怎么办呢 他就投机取巧 打开窗户 把这些建筑垃圾 一件一件的给扔下去 这个建筑垃圾还挺沉的 要说你从高空 把这么沉的垃圾扔下去 这太不应当了吧 一旦砸到人怎么办 而这一次呢 幸运的是没有砸到人 不幸的是 这个人自己出事了 为什么 他扔垃圾可能扔的频次太多 以至于啊 在扔最后一件垃圾的时候 垃圾太沉 他没有注意 当把垃圾扔出窗户之外啊 由于重心不稳 他自己也跟着摔了下去 一命呜呼 直接死掉了 这确实是一出惨剧 求人得人啊 谁能想到 扔垃圾的人 会因为扔垃圾这个事 把自己摔死 那么这件事出了之后 各方有没有责任呢 死者家属当然非常不满意了 他们认为 是这个房主和这个雇主两个人 把这个活包给这个小公 才导致他的死亡 因此他们一纸诉状 递到了法院 房主这边 人家感觉挺委屈啊 你看我又没有雇佣他 我根本不知道他将怎么扔垃圾 他扔垃圾摔死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而雇主那边也说 我们讲的明明白白的 花两百块钱 你把这些垃圾从高层住宅 给我清运到楼下 你说扔垃圾谁不会啊 早知道你这么扔 我何必估你啊 打开窗户 把垃圾扔下去 多简单 你凭什么赚这两百块钱啊 两个人都认为 他们并没有让这个死者 按这样错误的方式去扔垃圾 死者的死亡是他自己造成的 这两个人不应当担负责任 但是相关法院 经过审理之后认为 虽然死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啊 是他违规违法 高空抛物扔垃圾造成的 但是毕竟他已经死了 所以呢 房主和雇佣他的人都要承担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说啊 死者对自己的死亡承担89%的责任 而房主和雇主呢 各承担6%和5%的责任 所以这两个人加起来 一共要赔偿给死者家属 10万人民币左右 听上去这是一个挺合理的判决啊 毕竟你雇了他 毕竟你要求他去扔垃圾 所以他死了 你就得给他赔钱 而且呢 也没有让你赔那么多嘛 你就承担个5%的责任嘛 可反过来讲 哎呀 以后我真是替广大雇主和房主捏把汗 你雇人扔垃圾 你都得好好告诉他 千万不要高空投屋啊 否则他出事了 你都得替他担着呀